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元旦来临前 店里忙得快要吐血了 这天星期一客人稍微少了一点 王大力叫我休息一下 特案组那边好久没有去了 自己兄弟也没啥客气的 天天卖卫生巾我确实够累的 就去局里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案子 即便没有大案要案 帮助别的专案组 我验个诗转换一下心情 也会很愉快的 刚来到市局门口 我就遇上孙宾兴了 天气渐凉 他穿上了一件 鹅黄色的妮子风衣 裹着围巾 戴了一顶可爱的针织帽 我问他 你不是还在放假吗 他笑道 一个人不想在家待着 所以来市局瞧瞧有什么活干 我回答说 正好想到一块了呀 我也是显得要发疯了 没案子的日子真无聊啊 黄小桃外出办事情去了 王元朝最近去武警 准备考核新生 我们静止来到法医实验室 一个法医正在里面做解剖 孙宾兴笑着问道 宣老师 我可以来帮忙吗 宣法医退了退眼镜 小村啊 你来了 好啊 帮我做做 气宽称重吧 然后他看见了我笑道 宋顾问也来了 不是来拆台的吧 我忙说 不会的不会的 我参考一下好吗 法医和武座是融会贯通的 偶尔啊 我也想参与一下正常的验试流程 对了 这是一桩什么案子呀 已经被解剖的是一句中性男尸 我看见脖子上有一道紫干色勒痕 周围有密集的出血点 宣法医解释说 是个小案子 不过怪重口的呀 这人呢 是个玩SM的 自己在家穿那种暴露的衣服 脖子上勒着一条皮鞭 还自己打飞机 把自个儿给勒死了 我说 据我所知 SM都是两个人玩啊 一个人呢 叫自虐呀 宣法医大笑 宋顾问真是一阵间歇 我在你面前说话 还得注意点 刑队长啊 怀疑凶手已经为罪潜逃了 正在调查死者人际关系 应该很快就会有所进展 毕竟这个圈子不大 宣法医把死者身上 找到的东西给我看 一件紧身皮革军属仪 上面有许多金属圆环 一条皮鞭 已经提取了死者的皮表组织 另外还有衣服和随身物品 手机上有他和另外一个叫夜之女王的人的聊天记录 三天前两人约定玩SM 发现尸体之后 夜之女王已经下落不明 我沉吟说 三天 现场难道不是封闭状态吗 我觉得SM是比较隐秘的事情啊 不可能开着窗户唱着门玩啊 以前我也接触过这类案件 往往都是尸体腐烂出臭味 外人才发现尸体 宣法医翘起大拇指说 宋顾问果然厉害啊 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了 当时是有人报警的 我诧异地问 报警 宣法医点点头 这个疑点 专案组分析了很久 认为是死者的朋友报的警 否则外人是不可能知道 这屋子里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总觉得这里又有些牵强 并且嗅出了一丝可疑的气味 宣法医带着我去看了一下尸体 死者确实是死于窒息的 他身上有许多伤痕 都是生前伤 应该是玩SM过程中留下的 我皱着眉头思考 这些伤有些太重了呀 好多地方都出现淤血和亲子 我指出这一点 宣法医说 应该是很重口的玩法吧 听说SM里面还有更加重口的 像什么传刺 烙铁 电击 比刑法还凶残呢 我真不知道 为什么还有人能够乐在其中啊 我忽然又观察了一遍尸体 叫道 你忽视一个点了 本该出现的伤却没有出现 宣法医大惊 宣法医就别卖关子了呀 我指着那条皮鞭 宣法医一排脑门 天哪 我怎么没发现呢 正在给器官称重的孙斌心问 什么什么呀 宣法医佩服地说 现场出现一条鞭子 可是尸体身上却没有一道鞭痕 多亏宋顾问来啊 发现一个这么大的疑点 是我的失职 我说 也不能算是失职吧 只是思维盲区罢了 毕竟你不了解这些 我这话当然是打原场 我对SM的了解程度 还不如对同性恋的了解多呢 任何矛盾都会指向案件的真相 我顺着这个思路 往下继续说道 这条鞭子没有打在死者身上 最后却勒死了死者 说明这很可能是一场 有预谋的杀人 而非单纯的意外了 宣法医点头 太对了 你再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 待会儿啊 我一起告诉刑队长 我检查了一下死者的脖子 让宣法医和孙兵兴 帮忙把尸体上身抬起来 观察他的后脖壳 勒痕的切面 既想吊死又想勒死 和死者的脊椎 大致成三十度桥 但是我用动优之筒观察 注意到死者后背上 有一块圆形的压痕 像是膝盖留下来的 我指着那里说 这里有一个压痕 宣法医揉揉眼睛 我怎么没看见呢 我笑笑 来会儿我用验尸伞给你看 从这个压痕看 死者被人从后面顶着后背 强行累死的 对了 从这个高度看 死者应该是跪着死亡的 他的小腿正面和膝盖上有擦伤吗 有 宣法医肯定地说 可是我没有把这些和致命伤联系到一起 误以为是在玩SM过程中造成的 我点头 SM 凶手相当聪明 弄了一个好借口 才能瞒天过海 宣法医忽然说 对了 我在死者血液里化验出高浓度的酒精 但在之前的案情分析会上 有人提出SM一般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的 所以 这也是一个反常点 酒精 我去检查死者的器官 死者正面已经被割开了 倒是一目了然 我对着喉咙附近嗅闻了一下 可惜时间太久 加上冷冻 已经闻不出什么气味 我命令说 孙彬心 验一下死者气管和鼻腔里面 有没有酒精成分 孙彬心立即去化验 验酒精比较快 只花了五分钟 他就汇报结果 有微量酒精 宣法医惊讶地看着我 我说 凶手是强行给死者灌的酒 酒精是用来控制死者的麻醉物 用酒的话 不容易被怀疑是谋杀 宣法医赫然大惊 我这就去把刑队长叫来 重新立案调查 我微微笑道 不必了 这案子 特案组 结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阴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